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则是趁着国庆连续假期到基隆跑行程 原本预计要合体这个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两位亲戚 一名市议员跟公庙主委 但是呢外界解读这是刻意拉拢赖系人马 最后呢也发生插曲 人没见到还有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跑出来刻意蹭壳 民众抢派赵台北市长柯文哲 国庆连假到基隆塞亚 白天行程预计先合体 武党及市议员童姿伟 在拜会清安公主委童勇 两人恰巧都是赖清德亲戚 柯文哲也被外界解读刻意拉拢赖系人马 这个人台湾小小的你知道 英文叫overlap 这个很正常 问来问去 请吃五十扁右八十常常也赌入 柯文哲进来积极扩大宣誓 跟童姿伟合唱歌曲 也让外界联想台湾民众党赛部 即将插起基隆 这个很有脑袋的年轻人 有考虑那有考虑 没有啦 人家他也没有说要选 原先千安公行程将由童勇亲自接待 不过却因为柯文哲提早到 两人没碰到面 他去一林口赶不回来 他跟你说一下是不是 有啊 有啊 因为有提早半个钟头来 他又打电话过来 而拜票的小插起还有这 我也是你的粉丝 不是合作 希望寻求他的支持我 对 帮忙帮忙背试吗 通知委员 你为什么想这么多呢 拿出竞选刊版 又柯文哲签名半路杀出的 捕速之客 这是国民党立委参选员宋伟丽 蹭科功力一流也让外界质疑 是否因为国民党母鸡不够强 才让基层急转舵 记者 正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